本频道的节目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传统文化与社会转型的武杀戟 飞向黎德兰 我就准备离开大陆去荷兰了 后来证明了我这个选择是对的 因为如果留在大陆的话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证明了 如果留在大陆的话 那有客人现在也身陷领域 这个是极大可人的 那么我要出来我就必须先办证件 所以呢我在2016年的年底去苏州办了新的护照 那么刚刚把办护照的这个材料交上去 那么马上苏州国宝大队就来了 就来找我了 他们就问潘老师你是不是办护照了 我诚恳地告诉他们 我不跟你们玩了 我要出去了 这个正合他们意义 是吧你要走可以 但是有条件 什么条件呢出去之后不要反共 那我说这个条件不行 但我一生就是以反共为人生目标的一个人 你让我出去之后不反共不是跟我一样吗 你出去之后不吃饭 这个不是跟 这个条件我不忍答应 然后套价还价 是吧 什么套价还价呢 不在公开的网络上 不在外媒上反共 所以大家注意了 我现在说话很有技巧的 我要履行我的裸言 我不直接的反共 我是监督它 是督促它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支持后勇 我很少直接的去 辱骂国家领导人的 是吧 天降伟人那么伟大 我是不会去弩骂他的 所以我现在说的都是非常有技巧的 好 这个签证问题 那个护照的问题过了 那么签证又遇到麻烦了 因为我当时呢 这个收入啊 我的这个工作条件啊 家庭啊 都不够啊 所以呢 我就去找我的前妻了 跟他借了那个房产证 房产证原来还有我跟他的名字 我有这个复营件 我就把他要来了 把户口部也要了 我就去办了 那么还要收入证明 还要这个工作单位证明 其实我那个时候离开学校已经很久了 那我没办法 我得走了 是吧 那我就去找学校领导了 还不错 他们没有把事情做绝 是吧 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做事情还是留有余地的 我蛮佩服他们的 毕竟是大学校 他们不想把我这样的人赶进下去 虽然他们在对待我的态度上 他们是肯定留下历史的污点 就跟当年他们对待林昭一样 因为林昭是他们功能的效用 我是林昭的校友 我因为纪念林昭被你们学校赶出来 我不知道以后林昭跟我证明之后 这个学校怎么来纪念我们这两个人 我是不知道的 他是不是有脸继续的 我觉得中国人的这种无耻是没底线的 他们肯定会把我和林昭作为他们杰出的校友 再捧上去 所以说我可以把它说出来 当然我的高度比林昭是没法比的 他是我职养高三职养的这样一个人 实际上我从一个老师变成一个职业名义 我受到林昭精神的一种感 一种驱动 是他的这种圣女的这种追求 他激励了我走寻找人生光明的道路 好 那个证明开给我了 那我就去拿办签证了 第一次没有办成 没有办成是因为他电话采访 我们学校的办公室人又说我坏话了 你看看 所以就这样 我第二次又跟他们每个办公室人打着招呼 你们不要说我什么坏话 我是好人坏人 历史自有评价 你不要主观的跟我说我是什么人 你也不了解我 因为他们连墙都不会翻 他们只知道官方跟他讲的 潘若是一个反党分子 反社会主义分子 他们只知道这个 所以跟他们是没法去讲的 他不错 如果第二次让我过 第二次过我是自己很侥幸的 我是打电话打到大使馆 上海领事馆每天打一次 每天打一次 我打得他烦了 他们最后说你这人真烦 给我发了一个30天的短期签证 一般的签证是90天 我这个只有30天 所以我要利用这30天溜出去 就订个机票 和我儿子说了告别 但是我跟他见的最后一年 2017年的4月份 我在楼梯上跟他报道痛哭 这个我在前面讲过了 我说爸爸以后可能再也讲不到你了 我希望他以后能主动的找我 因为我前去的缘故 我现在不能跟他联系 我听不到他的声音 我看不到他的照片 对不起 我甚至不能他听到叫我 叫我爸爸都不能叫 我们这俩人是付出代价 然后跟我的儿子就告别了 2017年的6月21号晚上 我乘坐荷兰的KOM-4334航班 从沙海浦东机场出发 出发之前呢 我跟我的朋友联系了一下 希望他来接我 我在通关的时候 又遇到一些麻烦 然后跟国宝沟通 顺利过关 上了飞机之后 我跟朋友发了个信息 希望他第二天来接我 那么第二天他有没有来接我呢 我们听下一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